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快步》 今天录节目日子是2020年3月1日 由我在新西兰的伊德台仰,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在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在节目之前,刚听就给个like 可以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除了订阅现在听这个芒向编辑部之外 最好是订阅《征香报》和浪费冷气 订阅《征香报》 做人老土,人生正向更美好 好了,这一节先看看,讲些什么 讲一下,有人想拦住这个彌敦道 但是你看到那帮人是非常之暗久久的 是非常之暗久久的 因为事源是怎样的呢 大家上网都看过那条片 如果没有,我绘形绘星的讲给大家 就是这样的,彌敦道 接着有一帮黑衣人封了彌敦道 不知道在哪里打了那些铁码来用 那个铁码,其实不知道是铁码还是铁码 看上去像铁码,但是可能是铁码的 它冻了在那里,冻了在彌敦道里 接着可能站得不稳 就是放在那里,站得不稳 接着,啪!的声音 竟然有那帮黑衣人,竟然以为是枪声 接着拔腿就跑,就冲向第二个方向 记者也很奇怪,究竟是什么事呢 其实只是跌了一个栏杆 竟然是当了有枪声,就走 了修山 所以这件事呢,就是看到这帮人 就是非常自然 很自然 很丑啊 不是,就是革命 革命,现在香港革命是什么 他们那帮人就是大米家 这个,其实应该是小米家暴昌的 但是呢,其实他就不是 他这个大米家拔腿就跑 就反过来就跑 接着还有家里要团米和团厕子 是啊,我说大米家的M斤 M斤都团了 其实我看到他们也是挺好笑的 其实,又怕死又反动 就是这帮人的体验出来 还有因为他们呢 然后下面我看到有些人会认 哎,他们有什么错 他们帮着巴掌看不到嘛 有什么错啊 这样说 喂,请 喂,革命不是请 没错的 是按狗车 没错是按狗车 还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哇,原来跌筷牌 不是请客吃饭 你就这么害怕了 哈哈哈 他们跑得很快 好像九秒九 零至一百 一百米 九秒九 那这就是训练有数 训练有数 就是证明了前线的人训练有数 是不是 所以前线的人这么难捉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那帮人呢 就是唯一一样东西最擅长的 就是零过微步 他们是练了轻功 就是金庸小说里面的轻功 和古龙小说里面的轻功呢 是练了的 所以他们一听到一些不对路 就立刻跑 所以根本很难捉那些人 警察因为装备太重 根本不够他们跑 就是他们那帮人呢 就轻装上阵 只是戴个猪嘴和个头盔 跟着那些防护啊什么都没有的 他就随便拿一把傘 其实他们那帮人呢 一突腿就跑 那些傘就乱丢的 其实很浪费资源 就是破坏地球的 这帮腹鸡都是 就是不想这样骂他们 但是他们都是一帮腹鸡 我以为是 是啊 但是有人很勇敢 在警方要求之下 他们就不肯离去 结果都有人下了单的 看到有张照片 看到有个人都哭了 就是不关我事 就是又找藉口 不关我事 什么我都没做过 你是什么都没做过吗 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说 丹巴姐出来不行吗 不行 但是很明显 很明显你就不是了 很明显你就 整堆人一起想搞搞搞搞事情 是吧 他们又想封一条路 其实现在他们没有市民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市民的支持 尤其是油尖旺区的市民 都不是很支持他们这样做 就是现在 他们这样搞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就是你 现在还有疫情 就是之前还说要警察三万个都中了肺炎 如果警察真的有肺炎 就会惹你们 是吧 他们应该跑得更快 如果这样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知道我们有没有 有什么 小李飞刀就可以了 可能跑得更快 害怕 害怕 那怎么办呢 喂 你这帮人 又要站出来 又要威 其实博影照片 这帮人都自在 放了针 向前操 他们还在做什么 好像玩cosplay那些人 就是扮型 但是其实没有 狗流流 食地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经常说他们 哈哈哈 是 这帮人根本是狗流流食地球 根本是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多艰难 其实我觉得很多他们 家里都有钱的 英国也是 就是有柴有米的人 你有柴有米 哇 我这几个月 就是我们不断都在想不同的方法 去找一点点收入回来 就是不断狂砸 就是不同的生意都在做 他们那些 就是有家底的人 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摊大了 鱼来神掌 最擅长的 喂 鱼来神掌 一出 然后就有 万佛潮中 然后就万金潮中 哈哈哈 是啊 就是全部的钱都进来的了 一开波就 他们全部都是这样的 你看 什么长毛啊 那些全球都是这样 总之有什么经济不好 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练 这个如来神掌 就是我们这些惨一点 就练天残脚 就要四围跑 跑到脚都残了 四围跑生意 哈哈哈 我今天 我刚刚都跑完 所以我都是赤裸上身 刚刚跑到沙滩 就是看到一些 就是其实跑沙滩 我不是看美女 我看美女 但是我是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想着有 陈志杰听到 陈志杰可能有监听 哇 你大事了 不是 因为我觉得 自己 自己叫做 我意思是说你的后花院不保 应该 不是后庭 说错了 我后花院很多蛇 对 哈哈哈 其实我想说 看看美女 看看人家怎样练到一身肌肉 我参考一下 因为自己都只有一块 别人六块 别人六块 然后拿着一块滑浪板 我觉得挺帅的 所以就去参考一下 看看人家怎样做 跑一下沙滩 其实我想说 以前王玉先生 就是王玉民先生 他在节目说 哎 我不能跑山 我只会跑沙滩 他有山跑 我们没有 就是好像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要感谢网友 是今天 我们的网友 听了我们今早节目 都捐了一千元的饭钱 就是饭 就是给人家 就是给那些 需要的人 所以多谢他 他都跟我说 都是多 叫做 芒向给了他正能量 所以他都希望 向社会 回跪 多谢这位网友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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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很重要 正能量一定要说 不过昨晚 其实又有一件事 他们又是出来 去摆一些路障 和拥有中火 但是呢 其实这样说 中火我们都说过很多次 中火是判终身的 就是最高刑法 完全没有阻吓力的 对这帮人 所以 任何法例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的执法力度不能加强 是没有用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 大量的CCTV 放在彌敦道 就是人家做什么都拍到 那些横街摘巷 全部做什么都拍到 你今天很难拘捕这番腹机 所以我觉得 那个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增强那个监控 那个力度 就是 起码都 你不要说做到 是好像北京那样 但是起码都要做到 广州那种监控力度 就是主路上面 你每个方向 都有四五台那些摄像头 总之每个方向都看得到的 无死角监控 那就行了 那你就可以抓到那些人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你现在说 要安装摄像头的话 他们有可能 安装一个被人摔破一个 那就是只能搞 其实是不需要的 它不是那么容易摔破的 就是现在的摄像头 你可以安装高一点 就是有些 当然有些人说 你弄这些是浪费的 但是呢 当你有六七个摄像头在一条柱的时候 他们没有可能 全部人一起摔破 而没有一个人被人拍到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被人拍不到的 就是一个人都拍不到的 没有可能的 就是现在你看看北京那些 它一条柱是十几个摄像头 你都不知道看哪里 是 它一定拍到你的 是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 就是你装高一点 和屋柱做大一点 那个摄像头装高一点 那你们那些人怎么做 不是说你有章梁计 我有过长梯的 就是其实 其实你弄高了之后 其实他们是 我觉得是有个震懾力的 而且他 几条柱之间是互相监察的 他不可能找那么多人 一次过打破了 也不可能一次过打破了 那些灯柱 就是他们那些人 就是 还有 就是可以做多一件事 就是你带那些工具 一定要有牌的那些师傅 才可以 搭公共交通 如果你没有牌的那些师傅 你搭公共交通 就是搭公共交通 都要记下身份证 那件事 那件工具 都可以登记了 我认为 就是如果 如果他们那些人继续这样搞 其实香港的自由度 是要限制才行 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过 那些人做那些 什么汽油弹 其实他们这次那些纵火都是的 那些化工 他是用很多化工原料的 就是当然那些 那些叫做 宜炳彤的那些酒精 当然贵了很多 但是 他们其他的那些白电油 那些都是照买的 为什么不做登记系统 搞那么久了 就是这件事 我也要批评一下 这些事情其实应该 就是 这些一定要做 说了很久了 就是我们应该赚你 都赚了 这些跟着要做 都要做 我认为 你不是根本制止不了这些伙子 你不从一个源头制止 阻止他们 你是制止不了他们 再做这些纵火的行为 当然有些人说 你随便买一支噴发胶 都可以做到纵火 但是 没那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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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整件事不同 我觉得 有些人就说 哎 那你打边炉的石油气都会灌 都会 但是 就是 怎么说呢 你减的一样都一样 我觉得 如果他们用打边炉的那些灌 那以后打边炉 就立进这个管制范围之内 是吧 没问题的 总之只能在指定的店铺买得到 没错 而且还要登记 我觉得 就是打边炉的那些灌 那些客户 其实登记一个人 不是很难的 而且 你可以有一两罐 买 但是 如果你一买 买成一桶 那其实 你应该是要解释一下 是做什么用途 如果是commercial 那你就说自己有餐厅 是吧 如果你说私人用 哇 你家里有多大 买这么多 阿哥 你是不是每天都打边炉 有些人是的 有些人觉得可以打边炉 可以防感冒 有些人 常常叫做打边炉 我的朋友 真的 所以 所以防疫区那些 防疫区那里 都说要肥牛 要鸡 要鸡 这个下一次再说 整件事 整件事很荒谬 有个五星级架 有人想下 不下 直接说 老实说 人都是比以前少很多 但是 那些人 都是最疯的 就是没有什么变过 都是那些 叫做 坚实的 我会形容他们 坚实的搞事分子 是吧 是呀 他的坚实的搞事分子 说多一件事 建议一下那些 就是 批评我们 说我们不懂政治的人 他们最懂政治嘛 他们骂政府 觉得可以拿到选票嘛 我送多一条车给你 拿多些选票 就是骂警察 骂警察你就多选票了 因为昨天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在街上 抗骂警察 你们这么喜欢选票嘛 你们去骂警察 骂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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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条车子 你们要选票嘛 你们不是说 究竟什么是建设香港的力量 你们要选票而已 很简单 骂警察就对了 骂警察更多选票 告诉你 不是说笑的 如果骂政府选票 你觉得多 骂政府 拿到很多选票 那就对了 我们监察政府 不监察 什么叫监察 监察呢 监察呢 就是 就是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建设力量 你监察 是要正面的去监察 他做得不好 你应该说一说 他为什么做得不好呢 这个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不做都没所谓 政府可以考虑研究 研究到差不多 才做 是不是 你不用 说 喂 林郑月娥是最大王司 所以她什么差都不做 然后又要说 还有那个 还有整个政府团队 都是王司 这样 你看 这么鬼走街 都连龙场 都不差 不是 但是 证明了 波波 波波现在很受欢迎 老闆 我看到很多基层 就是比较 比较 蓝的地区 那些人都 我看到都好像说 波波好像很不错 就是 派遣之后 民望 又醒醒了 这是一个 林郑月娥的功劳 你要看她那个施政报告 说了多少 做了多少 事情才可以 整件事 施政报告做的那些好事 没有人说的 只有我们这个台 只有我们这个台 另外那些台全部都是 罵林郑最大的王司 那时候 好像是 十月 是不是十月 她出施政报告的时候 我都忘了 不过 整件事就是 我觉得很不公道 有些人 你说 我们帮政府 说话 好像政府 喉舌 完全不公道 但是你要看整个大局 没有人帮政府说话 全香港都没有人帮政府 我们帮政府 帮政府说话 因为政府真的做得好 首先要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施政报告 起碗要先大进步 有很多的激男心男 到现在都还说 我不稀罕 一万元 我很多钱花了 现在准备了那些暴徒 买东西而已 高维言也这么说 整件事 是被一部分人带骗了 那些人根本上 喂 你自己很离地 很离地 还有 葳明言 一个经典的做法 就是她找一两个 我都说过几次 找一两个 做得很好的个体出来说 哎 她真的做得好 然后那篇文章 后面的三分之一 就狂插政府 说政府做得不好 林郑的最大黄丝 还有呢 黄澜的共同语言 就是反林郑 但是她最近好像很少说这些东西 公道点好 因为我们经常监察她 如果我们不监察她 她怎么会少说 不是经常说的 喂 事实是这样 你要明白 人家说 你们怎么说 喂 她们现在没有说 她们以前有说 我们经常说她 现在不敢说 是不是啊 试试我们不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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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会不会又在那装插政府 一样在那装 说话 这个逻辑就是在这裏 我们从头到尾都说 逻辑的 逻辑思维 是不是 习主席305身 支持林郑 赞林郑做得好 你们这些人就在那裁台 那你们还不是反党集团 是不是 嗯 逻辑性就在这裏 明明 人人都要围在党中央的周围 团结起来 说话 跟我说说不懂政治 这些我政治我就懂 告诉你 嗯 红到红包出血啊 哈哈哈哈 人家以为你是女医生啊 你这么说 哈哈哈哈 出血很多 有很多东西可以出血 震撇师 不要经常想着那些卫生巾 人家抢卫生巾 你不要想这些东西才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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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创都可能 哈哈哈哈 我们说到出了牙血啊 因为是辛苦到 当然 你刚才说出血我就吓我一条 出血 哈哈哈哈 所以说 就是2019年施政报告 10月16号出 我们就用了两个星期时间 不断赞和不断讲里面那些好东西 好了 有些人就不断插 搞到政府施政推不了了 喂 如果是洛先生要查一下 哪些人在这阻碍政府施政 那些什么差 什么 有仇必记啊 全部都有份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些节目差不多了 好 OK 拜拜